日子要想能过好 千万不要生活降级和择偶降级 我看事经常遇到两类人 要么心肠很软 要么顾虑很多 明明自己本身不错可以更好 偏偏选择了一个拉低自己的另一半 或者是很一般的工作 就一步错步不错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不在少数 比如昨天帮人看事 就遇到一个自身条件很不错的姑娘 但是恋爱脑还未婚先孕 被对方家里直接拿捏 选择了一个渣男人生过的一团走 过来问我怎么翻身重新开始 我真是要劝大家 不管什么选择都往上去找 不要向下兼容 就算你真的喜欢 也要综合考量 衡量好价值和代价 很多人现在后悔啊 都是因为看低了自己 也高看了别人 你要知道 有些人真的不会因为你是低旧 就更加重视你 反而还会利用你 针对你 消耗你 不管什么选择 不要退而求其次 否则你生活只会越来越糟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